现在我们讲解一下调剂三步骤里面第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的话首先是中心距 这两个轮子的中心距要等于产品的直径 我们这个明显还是小了一点 我们需要马上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三步骤的第一个里面 有一个就是中心距是第一个 然后一个是上小高度 我们马上开始调整 马上开始调整 这里的话螺丝可以松开 差不多中心 差不多那个直径位置 直径位置是一个参考 也不能说完全相当 就是差不多直径的那个位置 我们把它先锁定 底下的先锁定 然后再通过上面的 锁定 下面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上面的调整 上面因为核体也有追逐 所以肯定要稍微收紧 所以肯定要稍微收紧 调上面的时候应该先确认一下 上下那个高度 高度的话可以调整 上面那两个大的螺丝 你把那个八个大的拿过来 先把高度也要调整好了 我们再把上面两个锁定 因为那个追度有差异 那个需要先把能确认的东西 已经确认好了 我们再开始把它整体的调整 比如说下去一点 可以 这样比较好的话 我们下去一点 好可以了 就这样我们把它锁定 先把这个位置锁定 这个就是说中心去调整的过程中 我们上下高度要先确认好了 确认好了以后 我们再把顶上的这两个位置确认好 这样的话就是中心距 跟上下高度都可以调整好的 然后我们看到底下把颗底线拿开一下 底下那个位置我们也有两颗螺丝 可以调整上下的那个高度位置 底下那两个这里对 这里有两颗螺丝可以调整 比如说有些位置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三个步骤里面的第一个步骤 就行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